跟这一段讲回向有关的开示 我特别选了一段 老师在广海明月开示的256讲 256讲的一段开示 那这段开示也就是讲到这个 跟我们今天学到这一段非常有关的 一个部分 所以大家一起听一下 好 请播放 我听佛陀这样说过 《弦运经》的开始 佛在舍卫国奇数及孤独猿的时候 当时有很多比丘都生起了疑问 说贤者阿难究竟有什么善行 获得如此无量强识博文 继佛所说一言不差 然后比丘们便前往佛处问了 贤者阿难究竟有什么福德 获得如此无量的强识多文呢 希望佛陀明示 佛陀就告诉比丘们说 你们仔细听着 阿难之所以如此呢 都是因为他有前世的福德 接着佛陀就开始讲故事了 说过去是阿僧奇节的时候 有一个比丘领着一个沙米 这位比丘每天坚持用严格的方式 管教沙米 令他诵经啊 每天的课程呢 如果沙米完成了的话 比丘便很高兴 如果不足没有做完的话 比丘便苦心责备教育 因为这样呢 这个沙米也 常怀苦恼 心里很苦 背诵经书呢 虽然还是有所得的 但是呢 要想按照师父教他背的话 往往就耽误吃饭 因为那时候他们要起食啊 如果醒起的时候 及时能够得到食物的话 他就能够按时把经书都背完 这样的话 他的师父就不用不开心 可是醒起的时候 不是一定能够碰到人家供养 如果不及时 他就可能要走很远的路 花很长时间 结果呢 所剩时间不够 便不能按时背诵经书 如果不能按时背诵的话呢 那往往就会被他的比丘师父责备 有一次呢 这个沙米因此呢 内心非常的愁烦 愁到什么程度呢 就是一边走路 一边哭 这是有可能发生的 像我们四月里有一次 有一个小朋友在我面前 就整个哭出来 我说你为什么这么伤心 他说背书背不会 就开始哭 哭得很难过 然后当时呢 就有一个长者 看到沙米哭泣着走路呢 就向前招呼问道说 你为什么愁烦 应该是为什么哭 然后沙米就回答说 我师父对我太严格了 叫我背诵经书 每天呢都有一定的功课限定 如果按时背诵完毕 师父就会高兴 如果达不到要求 他就苦心的呢 责备我 我行起即使得到食物 就能够按时背诵完经书 如果行起不能即使得到食物 就不能按时背诵完经书 如果是后者呢 便受到师父的斥责 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我才愁苦 这个长者听了沙米的这个话呢 就马上告诉沙米 从今以后 你长年到我家 我为你提供食物 请你不要愁食物 专心的背诵经书吧 沙米听到这个话之后 从此 不用愁食物的事情了 就开始专心勤勉的诵经 功课的限量不减 都能完成 所以天天都很出色 天天如此 师徒呢 都十分的高兴 佛又告诉比丘们说 当时的那个师父 是谁呢 现在已经成佛了 就是定光佛 当时的沙米呢 就是现在的我 就是释迦佛自己 当时提供食物的长者 是谁呢 就是现在的阿难 因为阿难在过去是 造此功德的缘故 所以现在阿难获得 如此无量 强识多闻 没有忘事 诸位比丘 听佛说完之后呢 就欢喜奉行 十五讲阿底哈尊者 这个故事呢 我总是想起阿难尊者 这么聪明的原因 如果能够供养 文思的沙米或者比丘的话 就可以得到强识多闻 一字不差 现在呢 很多居士都在修行 这样的供养 所以可以想见呢 如果没有什么 是破坏这个伟大的善根的话 以后成熟起来 大家 虽然可能不能完美地成熟到 阿难那样 一个字都不漏 但是至少 摩文强迪士一定会获得 因为佛陀的经典 就是这样讲的 如果我们承办 一个出家人 文思的姻缘 让他不要为饮食操劳 有更多的时间 去文思教典的话 看那个施主 他所获得的 其实阿难就是 前世那个施主 他现在成了出家人之后 他这么厉害 所以诸位听到这里之后 想一想 你们从信佛开始到现在 供养了多少出家人了 尤其是那些 努力文思的出家人啊 好做各种善行的出家人 你把这样的善根 回向自己的文思修 给感到这样殊胜的 不可思议的会礼 那在这一段开示里边呢 一开始老师是 隐显于阴言经里边的 阿难总持品 阿难总持品 因为那个时候很多弟子 都在请问佛陀 说为什么佛陀的侍者 阿难尊者 他究竟有什么赛行 可以获得这么无量的 强势博文 继佛所说 一言不差 就是 侍尊说法 这个 四十几年 然后 这个所说的法呢 阿难尊者都完全能够异词 完全能够异词 一字不差 这个真的是非常非常殊胜的功德 所以 那时候请问佛陀之后 佛陀就说了 刚刚我们大家听到的那个公案 这样 所以呢 主要是因为阿难尊者 在佛陀的过去生呢 护持佛陀的前世的那个小沙弥 能够 不用担心 医食 然后每天完成他固定的这个文师修 背诵的功课 然后因为这个善业所感 所以无量节之后呢 他成为佛陀弟子的时候呢 就可以强势多文 对于佛陀说的每一个字都没有忘事 这真的是一个非常惊人的事情 那 为什么要说这个故事呢 老师说 因为 这个 广海明月的进度 学到这个 造者书胜 阿里侠尊者传的时候呢 那老师说 他总是会想起 阿里侠尊者为什么这么聪明 好 为什么这么聪明 比如说阿里侠尊者21岁以内就把 共外道的四种名处 就是我们讲的这个 英明 一方明 公巧明 跟僧明呢 学到究竟 学到究竟这样 然后 这个 那特别是内明的内道的佛法 当然也非常厉害 好 那基本上阿里侠尊者29岁以前就学完了 这个所有的秘法 30以内就把 所有的显教的教法也都学完了 这样 然后成为印度佛法的这个 所有的宗派 18部的共主 这样 所以阿里侠尊者这么聪明 这么厉害的原因 到底是什么呢 老师就说 老师就想到了这个 阿难种子品 这个公案 所以老师说 如果能够供养 文师的沙咪 或者比丘的话 就可以得到强势多文 一知不差 那现在很多居士 都在修行这样的供养 所以可以想见 如果没有什么事破坏这个伟大的善根的话 以后成熟起来 大家虽然不可能完美的成熟到 阿难那样一个字都不漏 但是至少博文强记一定会获得 因为佛多的经典就是这样讲的 其实我想补充一点是什么 在时间再往后推 将来也一定可以得到 阿难尊者那个 一知不漏的功德 为什么 因为如果你懂得把所作的善根 回向成佛的时候 你成佛的时候 当然一知不漏啊 怎么可能有忘记的时候呢 那另外一点 我会觉得说 其实我们现在的机会 特别好 其实我们现在的机会特别好 为什么呢 你仔细想啊 这个广论里面刚刚讲了 甲一的造者书胜 讲的是阿里侠尊者的功德 其实甲一的人书胜 他是为什么可以成就 那么书胜的功德呢 他就是靠甲二的法书胜所成就的 就是认真讲 阿里侠尊者为什么能够成就 那么书胜的功德呢 就是因为靠 他传承下来的这个书胜的 道次第的教法 好 所以呢 甲二的法书胜 其实讲的就是成就 没有甲一的人书胜的音 好 那现在我们的生团是不是就在 学红阿里侠尊者这个传承 宗科巴大师的道次第的教法 还有五大论的学习 所以呢 这个生团现在学习的就是 能够成就阿里侠尊者 这样子的功德 能够成就宗科巴大师 这样的功德的教法 那你认真的供养 护持 学习 文师 这样子的教法的出家人 那他们所学的教法 作为因 将来就可以成就像 宗大师教阿里侠尊者 那样子的功德 那 你正在供养护持 这样子的 出家人 文师修这样教法的出家人 你把这个功德 也回向自己 也能够 成就像宗大师的功德 成就像阿里侠尊者的功德 成就像佛陀一样的功德 那不是非常非常的殊胜吗 所以我再说一次啊 成就像阿里侠尊者那样的功德 成就像阿里侠尊者那样的功德 你现在就有最好的机会 因为能够成就 阿里侠尊者的 这样子的功德的法的传承 正在这个世界上 如果你懂得去供养 护持 学习这样传承法的生团 你种的就是直接相顺的因啊 非常非常的殊胜哦 然后记得 缘起的新药就是回向 造了善业之后呢 他将来会赶善果 没有错 但是如果你懂得善巧的做回向 猛力的做回向 常常的做回向 你的果会更快出现 你的果会更快出现 所以呢 后面老师才说 诸位听到这里想一下 你们从信佛开始到现在 供养了多少出家人了 尤其是那些努力文师的出家人 还有做各种善行的出家人 你把这样的三根 回向自己的文师修 可以感到这样 殊胜不可思议的惠丽 所以记得不是光照善而已 要记得回向 而且回向有的时候 我会觉得那个作用力 可能比你照善还重要 因为你照了善行之后呢 他之所以能够被放大增长到无量无边 回向是个关键 记得缘起的要义 即是回向 这是一个 应该会让我们听起来 非常惊讶的诀窍 要把它放在心上 bin 也会说 我会认识到你 是这样子